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姨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回大人 奴家真的是有所不知 那我问你 东寿日贡寓山上 可是你带着武姬上山的 回殿下 正是奴家 那你们下山时可有发现少人了 没有 你确定 十分确定 为皇家表演那是大事 自接到盛誉起 肖肖梦上上下下便是严阵以待 那日登寿 奴家亲自挑选二十名武姬上山 三日后也是奴家亲自带着武姬下山的 那便有意思了 王爷 什么意思 安玲 是 这 你且看看 这是不是你们肖肖梦的梅花印呀 回王爷 此印确实是我们肖肖梦的梅花印 你说 你亲自带着二十人下山 可为什么死者身上 也有你们肖肖梦的梅花印 王爷 名副所说句句属实 如未有半句谎言 愿天哪雷皮不得好死啊 你再仔细想想 返城时 那二十名武姬都在吗 大人 若是当初 从贡寓山回肖乡梦的武姬 真是少了一个人的话 那不用等各位大人传唤民妇 民妇也早就将此事 上报给大理寺了 这花印的回答 简直滴水不漏 对了 各位大人 当初带去贡寓山的二十名武姬 都有在大理寺登记在册的 如若各位大人不相信的话 可以派人前去查探一番呀 好了 你先下去吧 裴大人 可有名单 有 那就劳烦裴大人去确认一趟 是 裴大人 怎么样 二十个人都在 一个不少 怎么会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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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